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副總統丹建仁。 武漢危險疫情發生以來,政府無分中央和地方都為到疫情的控制打招。 我們要感謝全國所有的醫護人員,為臺灣研修防守, 全力做好工作,讓大家安心。 我們也要感謝接受劫力和減業的民眾,為到疫情的管理和控制, 配合政府的規定,移生多時間的行動自由, 為臺灣的疫情,提供最關鍵的幫助。 無論是工業,醫護人員,或是一般的民眾, 都是協助臺灣對抗武漢危險的影響。 我們要大家互相勉勒,互相加油,團結一心, 為修好臺灣來作非打拼。 觀眾朋友,整個武漢肺炎疫情呢,當然在全世界還是嚴重的發燒當中, 不過臺灣現在有三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一個是今天臺灣在新增兩個確診的案例, 其中案46呢,是案34的兒子,也是案41的弟弟, 疫情指揮中心認為呢, 這比較可能是案41,就是姐姐傳給弟弟, 所以指揮中心認為呢, 這應該是屬於家庭的群聚感染,不過呢, 這案46呢,已經導致非常多人確診, 這個待會我們好好談, 另外案47呢, 是臺灣民眾到荷蘭去出差,回來之後確診, 也就是說呢, 整個境外控管的部分呢, 恐怕我們壓力從來沒有減少過, 第二個對臺灣來講很重要的訊息是, 就在現在,包括華航跟中國大陸的東航呢, 今天會有兩班飛機從武漢包機回來臺灣, 當然呢,臺灣民眾應該要回來臺灣, 不過呢, 同樣的對臺灣的醫護整個防疫呢, 應該也會有一些壓力的這些測試, 再來第三個就是好消息啦, 今天行政院跟疫情指揮中心呢, 確定所謂的口罩網路購買, 這個實名字2.0呢, 今即將在後天正式上路, 透過網路或者是你的手機APP呢, 你就直接可以預購, 不過處理費呢, 要多一點點, 多多少呢? 多七塊, 說實在啦, 已經很便宜了, 你有時候阿公阿嬤去拜堆, 都要拜兩點鐘以上啦, 多七塊的處理費, 你就可以買到一個禮拜三片的口罩, 今天再來好好談一下, 包括國內跟國外的疫情的部分, 來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前警官署的署長, 現在是臺灣感染管制學會的理事長, 張峰義,張署長你好, 各位觀眾晚安, 非常感謝, 再來歡迎是基層的耳鼻喉科診所的醫師, 非常感謝啦, 看診看到一半, 那為了公益呢, 來趕來上我們的節目, 歡迎是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聯會的理事, 洪德仁,洪醫師你好, 觀眾朋友晚安, 非常謝謝, 再次感謝您, 再來歡迎是胸腔內科的專科醫師, 臺北市職業醫師職業工會的理事, 何建惠, 何醫師, 主持人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呢, 再度確診兩個個案, 一個呢, 是境外移入, 從荷蘭出差回來的臺灣民眾, 一個呢, 是案三十四, 也就是導致包括三名護理人員, 包括一個清潔工, 以及其他兩間病床都確診了這案三十四, 那麽今天他的兒子成為第四十六案的確診個案, 我們來看看, 北部醫院群聚感染再擴大,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 新增兩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其中一例是國內首例院內群聚感染指標個案, 案三十四富人的兒子, 他曾經去醫院陪病, 但兩次採檢都是陰性, 直到後來他出現咳嗽症狀, 第三次採檢陽性才確診, 由於案三十四之前曾傳染給一名清潔工, 三位護理人員, 案三十四的陪病女兒, 同病房陪病家屬, 同病房住院患者之後, 現在又再傳染給他二十多歲的兒子, 使得這起群聚感染事件人數增加到九人。 六號到八號之間有症狀的時候, 那是已經算是經過了一段的潛伏期以後, 開始出現發病出現症狀, 所以這個時候採檢當然就是會有陽性的現象。 至於另外新增一例確診個案, 則是南部三十多歲男性, 他在三月二號到五號與兩名同事到荷蘭出差, 反國後三月九號出現輕微發燒及咳嗽, 他當天就醫採檢後確診染病, 目前收治在負壓隔離病房, 他的兩位同事則沒有症狀。 指揮中心表示依照證明確診個案發病前的活動史研判, 在境外感染可能性較高, 將進一步追蹤同級旅客、親友及職場就醫接觸者的健康情形, 而累計國內武漢肺炎確診個案數有四十七例, 有一人死亡, 已經有十七人解除隔離, 其餘病況穩定, 持續住院隔離中, 記者 我們來看看今天確診新增的這案四十六, 應該還要話說從頭案三十四, 五十歲富人沒有出國史, 那在二月二十八號確診, 可是其實已經經歷過一段時間了, 那我們來看看案三十四直接相關的, 是不是他傳給的這個部分還沒有完全釐清, 不過案三十四只導致了包括案三十五, 清潔人員,案三六三七三八, 護理人員,案四十二同病房不同病室的陪病家屬, 案四十五也是同病房不同病室, 然後呢案三十四就是五十歲的富人的女兒也確診了, 在今天呢案三十四的兒子成為案四十六, 但到底是他的媽媽傳給他, 還是他的姐姐傳給他, 現在指揮中心認為呢, 因為他們兩個在家裡聚集的這個時間 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比較可能是家庭內的群聚感染, 不必然要把他歸類到醫院感染, 我先請教一下署長, 一個最大的疑惑就是說, 按照你講喔,應該你去圍到, 應該可能在二月初上旬的時候, 可能就會這樣子, 可是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今天確診的案四十六呢, 他是在二月十四號, 二月二十四號陪病, 二二八的時候呢, 已經隔離檢疫了, 一採陰,二採陰, 然後呢一直到三月六號到三月八號才有咳嗽症狀, 到三月十號才確診, 兩個很大的疑惑是, 第一個, 時間怎麼會拉得這麼長, 第二個, 怎麼會是所謂的一採陰, 二採陰, 病情, 就是看起來那個病毒量不是那麼高, 這病毒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如果看他, 以他那個陪病啊, 有接觸的時間來拉, 拉十四天的話, 三月六號到三月八號出現咳嗽症狀, 也是在潛如期裡面啊, 也合理, 對,也合理啊, 然後, 像他這個案四十六, 基本上, 他本來就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 所以他就要居家隔離了, 是, 那剛剛開始給他測兩次陰性, 也有可能他就是陰性啊, 他就是病毒量測不到, 那, 但是他的那個居家隔離的時間也還不到啊, 是, 所以他,換句話說我們即使有碰到, 比如說家庭裡面有人有, 有這個被確定確診, 那密切的接觸者, 即使你給他做說, 現在趕快給他來做做看, 看看有沒有這個病毒, 也不一定測得到, 也不一定, 說沒有也不一定沒有啊, 因為他的潛如期也還不到啊, 是, 所以也許他後面, 在潛如期再往後的時間推算的話, 還是可能會再變陽性啊, 所以居家隔離為什麼還是抓十四天, 我覺得是有原因, 因為如果病毒量很少, 你可能就是偵測不到, 那我再請教署長, 如果是姐姐傳給弟弟, 是在家庭內的群聚感染, 或者是媽媽傳給兒子, 又甚至說也許有人認為是說, 是清潔人員導致的, 或是其他的這些傳染源, 屬於醫院感染, 從案四十六, 他是醫院內的院內感染, 或者是家庭內的家庭群聚感染, 在疾病, 特別是傳染病控制上, 他有非常大的差別嗎?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們與自己家人這麼親密的關係, 他不管是去陪病, 或者是他在家裡, 他基本上本來就是容易被感染, 是, 就是你即使在醫院裡面有, 如果有一個人被確定診斷是這個病, 最先容易被感染的, 本來就是家人, 陪病的家人本來就是最密切, 是,跟他生活這麼近, 要幫助他,要扶他, 甚至要扶他上廁所等等, 所以他們是最近距離的, 最高風險的, 一定是親密這個接觸, 是親密的家人, 了解, 這一定是, 是很重要的, 了解, 所以我覺得, 從我們講, 哪些人容易被感染, 親密的家人就是最容易的, 所以我們的即家隔離親密家人, 絕對是重要中的重要, 所以每次只要有個難, 就會把親密的家人, 類為一定要把他找到, 而且要把他隔離起來, 甚至觀察看有沒有發病, 或者甚至也可以去採檢看看, 有沒有這個帶這個病毒, 那家人之間到底是那個比較可能的, 接觸的方式是什麼, 譬如說, 生活在比較近的地方, 餐具啊, 哪怕是你的FEMO, FEMO也可以很近, 那當然也有人講說這些餐具等等, 事實上你家人在一起, 容易共用冠洗式等等, 那如果他如果再有一些咳嗽, 那這些咳嗽的話很容易, 這病毒就會在這附近存在, 物體表面, 那很親密的家人, 容易東碰西碰的, 碰到這個衣服啦, 碰到這個桌面啊, 甚至碰到冠洗室啊等等, 所以他接觸到的機會就多啦, 是, 所以家人當然是重要中的重要, 了解, 那當然醫療驗所, 因為醫療驗所有一些感染管制的方法, 就是平時如果醫療驗所對於接觸, 尤其手部衛生, 我們很強調, 洗手五時機, 假如做得非常的徹底的話, 然後加上你再有比較把這個FEMO的隔離, 比如這個口罩, 平時都戴好的話, 是, 基本上是比較不容易, 在醫療驗所, 基本的防護已經有到位, 但是呢, 我們從平時在做, 我們感染管制人員啊, 這個醫院就有一群感染管制人員, 現在臺灣大概有四千多人的感染管制人員, 感染管制師, 那要受過醫檢師跟這個護理師的訓練以後呢, 後來有臨床經驗以後, 再接受這個感染管制特別的信念, 在醫院裡面做感染的預防, 跟控制的工作, 是, 平時你比如去監測哪個病房, 有沒有一些有流感在群聚, 哪個病房有沒有一些院內感染的肺炎, 有沒有院內感染的一些所謂的傷口感染,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進血症, 敗血症, 有沒有因為是一個共同的來源, 比如手術器械啊, 或者是甚至有時候有人去做一個超音波, 有一些什麼東西, 這個去污染到傷口啦, 是, 那甚至有共用的那種, 那種戳一個什麼抗凝血劑, 用到很多病人的時候, 有時候很多病人都在發燒, 是, 所以那院內感染管制人員就會去調查, 發生了什麼事, 就會找出那個原因, 所以平時在做這個監測, 也做教育信念, 我們的一般的醫護人員做的 所有的防護措施, 標準防護措施, 平時要注意些什麼樣, 包括這些洗手的這些推動等等, 都是感染管制人員在做這些事, 包括這次像, 如果醫院有這些環境, 你懷疑環境已經有污染到病毒, 去做採檢, 採檢人也是感染管制人員, 所以最近比較少聽到人家講到感染管制人員, 是, 我們知道第一線照顧病人很辛苦, 感染管制人員是在整個醫院, 在制定各式各樣的感染防治, 尤其現在, 在冠狀病毒的這種期間的話, 他們這個每天也是從早忙到晚, 都要去幫忙做教育信念, 幫忙去做監測, 幫忙到每個單位去看看, 這些各式各樣的防護措施, 到底有沒有到位, 不過今天新增的依然是這整個系列的, 所謂的院內感染的一個環節, 那不過我們來看看, 就是說剛剛我們談的是大醫院裡面, 其實風險很高, 是,但恐怕基層的診所, 風險也不會滴到哪裡去,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我們昨天也有談到的, 新加坡針對他們, 其實是有三個確診的個案, 那針對他們不同的病房去採檢, 到底病毒在哪裡, 安娘為病毒到處都是, 不管是旁邊的椅子, 聽診器, 玻璃窗戶啦, 或者是這個什麼洗手槽啦, 玻璃門啦, 把手啦, 最髒的就是地板, 昨天我們談的, 可是連所謂的出風口的風扇, 都採到病毒, 然後呢, 包括所謂的這個馬桶, 蓋啦, 浴室裡面的水槽的內缸等等, 都有病毒, 換句話說, 當一個病毒量很高的病患, 所經之處, 到處都是病毒, 我先請教一下洪醫師啦, 所以您是基層的這些耳鼻喉科的專科醫師, 如果說病患咳嗽, 他一定先到你們診所去, 如果他喉嚨發炎, 你就要幫他喉嚨上藥, 我想問的是, 基層的醫師所面臨到的風險跟壓力究竟是什麼, 洪醫師, 我這邊有一個統計的資料, 從我們二月二十日到三月五日, 兩個禮拜當中, 從中港澳、新泰、日本、韓國、義大利、 伊朗, 就等於災區, 回國的民眾, 當中有到剛剛講的是半個月期間, 到醫療院所就醫, 總共有一百二十八萬, 一百二十三萬這麼多, 那當中就醫的最主要的地方, 基層診所, 基層診所, 佔了六成以上, 那剛好是符合這個疾病的特性, 因為開始的時候, 大多數的這一類的病人, 他是沒有症狀, 他是輕症, 那正如剛剛所提的, 不管是案四十六, 或者是哪一些案, 大多數的狀況, 大部分都是以輕症的情況, 如果以美國、歐洲的標準, 就在家裡面自己休息, 多喝水, 以國人的狀況, 他會究竟就在診所來就醫, 所以相對這樣一個就醫的情況, 會造成我們基層某個程度, 在疫情的一個防護上的一個壓力, 剛剛您所提到的, 新加坡, 他們慢慢的就發展一個叫做 Public Health Preparedness Clinical, 這樣的機制, 那這個計畫其實是在之前, H1N1,或者是相關的疫情的時候, 新加坡政府已經開始在推這個計畫, 那也因應這一次的武漢疫情, 他們在二月十八號又重新啟動, 兼顧醫療跟防疫功能的診所, 急診診所的一個情形, 那概念上, 他不只是一個叫做社區發燒的篩檢站, 他相當程度是期待有發燒, 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狀的病人, 包括咳嗽、流鼻涕、打噴嚏等等這些病人呢, 你優先就到H, 那個剛剛講的, 這樣的一個整合醫療跟防疫功能的一個診所去, 那目前新加坡有兩千多個基層醫師, 已經有八百八十個左右這樣的診所設立, 那他可以提供包括初步的醫療的評估, 是,還有呢, 可以做一些相關的檢查, 甚至於做採檢的工作, 那如果屬於輕症的病人, 基本上他會給他相關的醫療的一個服務, 然後呢, 這個讓他在家裡面自主的居家隔離, 是,等候這個報告, 如果採檢的報告是陽性的, 那新加坡政府還是會把他們集中起來, 做一個進一步兩個禮拜的觀察, 那如果在剛剛講這樣的診所, 就醫的時候, 醫生已經判斷覺得他已經有一點那個健康的風險, 那就是直接轉接到醫院, 是, 去做相關進一步的一個, 洪醫師我打岔, 就是說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上個禮拜我們也談到疫情指揮中心, 也希望說臺灣的所有的基層的醫師, 就是要一起來共同做防禦作戰, 所以我們要建立兩百個以上的這些社區的, 不管是叫發招篩檢, 或者是防疫的非常重要的這些點, 那這個跟新加坡那有什麼不一樣? 那第二個是說, 新加坡那個看起來是說, 除了所謂的大醫院可能要分艙分流之外, 連基層的診所呢, 都應該要分, 而不是說你只要有耳朵啦, 鼻子啦,喉嚨問題呢, 我就不管怎麼樣, 我就去我究竟的耳鼻喉科, 我如果是有那個什麼感冒症狀流鼻水呢, 或是其他的呢, 我可能就去我旁邊的這些小兒科 或內科診所, 我沒有去分所謂的, 我是不是有可能得到這個新冠病毒, 所以他連基層都要分, 究竟現在我們在做的跟新加坡做的, 會有什麼差別嗎? 是, 新加坡他相當程度是已經整合健康保險 跟防疫的資源跟政策, 導入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國家目前慢慢地開始也看到, 這個基層分流的重要性, 所以相當程度在醫師工會全國聯合會, 以及臺北市的醫師工會, 已經開始跟我們的地方的衛生局在準備, 有沒有有可能我們讓我們目前現有的診所, 強化他防護的一個能量, 是,繼續提供給相關的一般診所, 醫療服務的一個這樣的功能, 譬如說慢性病的病人, 他真的不一定要到這個醫院裡面, 增加感染的機會, 是,究竟就可以了, 是,那有一些已經參加, 我們國家有一個叫做社區醫療群計畫的, 跟醫院有長期連結跟互動, 這一些診所有沒有有可能可以優先鼓勵, 他們來提供像新加坡這樣的一個模式, 特別是各地都有一些診所, 長期都已經在參與我們的傳染疾病相關的防疫工作, 譬如說在臺北市, 他有所謂的流感快篩的這個診所, 也可以提供相關的公會的這個抗病毒的這個藥劑, 是,像這一類的診所, 我們再來強化他相關的防疫的功能, 然後他如果也有這個醫院, 那基本上以目前衛福部在規劃的, 是希望剛剛所提的這樣的一個診所, 他可以增強防疫的功能, 是,提供三種服務的情況, 第一個是流感的快篩, 第二個是這個疫病的採檢, 第三個部分是X光的檢查, 是,那如果有一些因為限於剛剛講的需要X光的檢查, 來確定有沒有會佈感染, 所以相對的他會比較在一個比較大型的地區醫院, 或者是衛生所來提供這個功能, 那需要有一些醫護團隊的一個支援, 目前我們也在鼓勵基層的醫師, 有沒有可能自發性的來參與這樣的一個人力支援的一個工作, 是,那剛剛講的這個防疫的部分, 可以維持現有的一個基層的醫療的功能, 又可以有一個強化防疫分流的這樣的可能性, 那相對的最後端的這個醫院的部分, 他就可以用心去處理我們所謂的重症, 當然這個是因應可能未來那個發生的風險是很低的啦, 但是我們要提前做這樣的一個整備, 是,不管是社區的感染或是院內大規模的感染的時候,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體系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減少醫院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負擔, 那在防疫的一個第一階段, 我們所強調的是一個相關的一個阻隔跟那個管制的工作, 第二階段保全醫療體系是我們對抗這個防疫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的一個界定, 這個其實也是義大利現在面臨到一個很大的狀況, 義大利現在整個醫療體系幾乎已經面臨崩潰的情形了, 不過剛剛洪醫師談的, 我從病患的角度就比較容易理解, 我如果只是要去拿糖尿病的慢性病處方簽, 我只是要去拿高血壓的處方簽, 我就不要去醫院, 我就去我旁邊的內科診所, 小兒科診所, 應該要有更多的家庭醫學的這些診所, 但是呢, 我如果是現在發燒, 咳嗽咳得很嚴重, 而且我可能有旅遊史接觸史的, 我就不應該去跟人家拿慢性病去看同樣一個診所, 可是我也不一定說一定要去到大醫院, 那我可能是說在社區裡面, 有一個是很重要的這一個所謂的抗疫防疫的重要據點, 也就是呢, 我們在基層的部分呢, 讓他可以做防疫的強化, 讓他可以去做慢性病的這些強化, 讓基層呢, 有更多的分流, 讓民眾呢, 不會跟這些有疑慮的這一些病患呢, 可能會有接觸的機會, 整個醫療體系就會保護住, 接下來我們面臨到一個更大的挑戰, 更直接的挑戰, 要請教何醫師, 之前我們來看看, 現在華航因為本來是說六七點就應該要起飛, 可是一直耽擱到應該到現在還沒起飛, 所以回到臺灣可能要九點十點之後了, 我們來看看今天會有兩班飛機從武漢包機回來臺灣, 這很可能對醫護又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我們來看看, 華航一架空中巴士A330三百型客機, 正在桃園機場的機品整備, 防護儀、口罩等檢疫物資也裝上飛機, 隨行的檢疫官以及醫護人員陸續登機, 中午一點多起飛前往中國湖北武漢, 要把滯留當地的臺灣人接回來, 陳時中指出, 包機原則是弱勢優先, 檢疫優先,量力而為, 而這第二批包機先由華航在醫護人員到武漢寫入檢疫, 再接回臺灣人,十號晚間抵達桃園機場, 另外一批人則是搭乘東航, 預計十一號凌晨返台, 返台人員中包含我方提供的一百二十一名優先名單, 他們落地後都先在機坪檢疫, 再送到檢疫地點隔離, 陳時中指出兩班包機會間隔三小時, 必須一架包機抵達,乘客下機後第二班包機才會再來。 曾多次喊話要兩岸各退一步的前總統馬英九, 對於第二批包機成形肯定政府的從善如流, 但學者卻認為中國允許我方的檢疫人員過去, 看似讓步卻也存在一定的政治風險。 兩批包機的間隔時間長達一個多月, 從是不是撤僵包機的名義到雙方的防疫壓力, 還有要不要趕在春節加班機的時間內, 雙方互信不足各自角力, 以至於男友共識, 若第二批包機順利的名義, 派出第三批包機接回滯留武漢的六百多人, 將有機會促成,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何醫師, 其實我知道基層的醫師一直說臺灣要量力而為, 你不要沒有任何限制無止境的, 一直把人從武漢接回來, 到底那些人有沒有確診,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隔離等等, 我們都沒有辦法控制,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上一次的包機其實經驗不是很好, 包括說下來之後有一個確診的, 包括說有一些部分的名單, 不是我們所能掌握的, 也包括檢疫人員沒有辦法在當地去掌握相關的登機作業, 但這一次都有改進, 華航呢, 預定是六點三十七分, 確實已經登機了, 那現在可能十點多預定要抵達, 東方航空呢, 是希望可以在十一點半左右, 不過看起來都會delay很久了, 任務呢, 是我們有四個醫師, 包括領隊小兒科、婦產科跟檢疫師, 都會過去, 九個護理師也會過去, 這一次要接回來大概是四百個, 這也包括我們提的優先名單, 上機的標準呢, 是要核酸採檢是陰性的, 沒有發燒, 那機上呢, 會穿隔離衣, 戴面罩、口罩, 然後座位呢, 不會坐得太密, 那下機呢, 沒有症狀的話呢, 要集中檢疫, 如果有症狀, 直接送醫院, 你如何看待這一次的包機? 主持人可以提到, 就是我們一直在提到這個醫療冷量的部分, 就是一開始為什麼會有, 在二月初會有這個醫護連署的訴求, 就是基本上我們疾管局跟CDC, 他一直有這個, 負壓隔離病房的統計, 我們看到就是, 因為我們長期需要收治這些流感重症 以及這個結核病的病患, 所以我們大概可用的負壓病房, 大概就是三成到四成, 大概約四百床到三百床左右, 那一開始我們再回到就是說, 最一開始, 這個一開始醫護連署的訴求, 第一個就是說, 又要用, 就是由我方主打說, 這個上機優先名單到底是誰, 那就是以我國籍或是我的國民為優先, 但是就是有這個緊急需求的醫療, 比如說像是這個血友病的病頭為優先, 但是就是弱勢為優先的意思,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上機的人就是要像這個第二批暴劑一樣, 就是應該在上機之前要至少做一次的核肝酸的檢測, 就是核酸的檢測, 那也沒有這個發燒的症狀, 才不會說我們第一批包機回來, 結果立刻下飛機就有一個確診, 那這機上也沒有做這個防護措施, 那同時就等於把這第一批包機的所有的乘客 都處於一個感染的風險之中, 那第三個就是大家最容易誤解的就是說, 我們從頭到尾連署的訴求都沒有排斥這些我們國人回來, 我們是希望他回來, 但是他們在回來之前, 我們希望我們先檢查我們自己到底可以接多少樣的國人以及臺商回來, 那我們在檢查我們的檢疫所能量有多少, 我們的副壓隔離病房的能量到底有多少, 陸陸續續的把這些國人安全平安的接回來, 這是我們的主要訴求, 所以就是再次強調就是說我們的訴求沒有排斥或是讓我們國人排商回來, 我們都很歡迎我們的國人隨時就是回到我們臺灣, 但是我們就像我那個蘇夫,蘇院長講的, 我們要救人之前, 我們應該要先看一下我們的救生體上面還可以載多少人, 那一次救一批,一次救一批, 那才能把我們國人陸陸續續的救回來這樣子, 那我們再回到這一次啦, 所以換句話說第二批的這個包機的模式, 我們兩邊都要面子啦, 就是說我是要把人成功救回來, 而且安全的救回來, 大陸方面說你不可以搞到好像是你是另外一個國家在撤僑, 所以在這時候談政治有點多了, 但是如果是兩邊都可以各退一步, 採取這種臺灣的醫護檢疫人員到對岸去, 確保說你有先經過檢測沒發燒, 而且在機上我們做好隔離, 而且下機之後, 不管是這一次下來四百個或是未來還有更多的, 我們只要確保我們有一定的醫護能量, 這個模式是可行的,會議士, 看得到就是說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在二月初的時候, 我們檢疫的這個容量並沒有那麼高, 可能就是兩三百個吧, 那現在就是我們因為其實一直在擴充, 一直在擴充這個指揮中心, 一直在找各個地方縣市去擴充這個檢疫能量, 那陸陸續續這一個月來可以看到就是現在檢疫的床位, 大概有一千五百個左右, 那這個其實量能第一個擴張很多, 第二個我們這個檢疫的試劑, 每天之前就是從, 可能一天就只有兩三百個的能量, 在二月初的時候, 現在已經就是可以將近兩千個, 所以這個能量是完全不一樣, 不管是在收容的部分, 或是在檢疫的部分, 是完全不一樣的能量, 所以我們變成說我們現在有足夠的能量 跟餘育去幫我們這個台商的接回來這樣子, 所以大家也不要對這第二批回來的台灣民眾 有太多的這些誤解或是給他們太多的壓力, 因為現在我們的醫護能量是夠的, 我再請教一下洪醫師, 就是說你就先不站在基層醫師角度啦, 你站在醫師工會的角度來看武漢包機回臺, 這個我想我們不管是蘇院長, 或者是我們的陳時中指揮官, 都是提到相同的原則, 這個大家熟悉的, 這裡面其實是有一個叫做橫濱的模式, 也就是鑽石公主號, 我們派專機把他接回來, 除了在防疫的專業, 顯然我們是一個很有準備很專業的一個國家, 相當程度日本對於我們防疫的公權力的一個介入, 他也是抱取的一個尊重, 那這個不是國以國不然是什麼東西, 其實在血友病的一個這個病童跟他的媽媽, 雖然兩個人從成都接回來, 我國也派了一個護理師去做相關的防疫, 這個也是小規模的防疫的工錢利益的介入, 特別是今天兩輛班機, 我方一班,東航一班, 那相當程度, 我們的標準的防疫的應該的SOP, 跟相關的這個所謂的防疫的裝備, 都是按照我們最專業的一個要求, 那剛剛也提到防疫指揮官, 也就是陳時中部長也提到, 我們派遣相關的醫護團隊, 防疫團隊, 也到了武漢的現場, 做第一層次的一個防疫的把關, 這些在我的認知, 都是我們防疫的工錢利的一個介入, 是,所以相當程度, 這個已站在專業, 跟我們某個程度的一個防疫的能量的一個介入, 這樣的模式應該是我們要繼續去追求的, 是,第一次的一個武漢把台商接回來, 其實是我相信是我們這邊, 要講專業, 我們應該絕對沒問題, 只是受到各種外力的一個干擾, 讓我們覺得那個模式是會造成很大的防疫的一個風險跟漏洞, 所以我方為了要堅持剛剛講的一個健康, 防疫的一個最高原則, 是,也從這裡面用一個月的時間去溝通協調, 幸而能夠有今天這個兩班的飛機, 可以把台商送回來, 我想, 我站在我個人立場, 我不要講說是公會或是立場, 我站個人立場, 是結成歡迎我們的臺灣同胞, 是,回家, 是, 謝謝, 是,第一個, 他是我們臺灣同胞, 第二個, 這個是採取橫兵模式, 防疫優先, 而且我們是已經有足夠的能量, 來去做這四百人, 不管是檢疫, 乃至於所謂的隔離, 乃至於觀察, 這是確保臺灣不會有所謂的防疫上的一個重大漏洞出現的一個模式, 我再請教一下書長, 是, 你怎麼樣看待這一次的包機跟上一次的包機, 到底差一對? 我覺得第一次當然比較衝促啦, 是, 但是我們, 我記得當時回來的防護也是做得很好, 是呀, 我們已經算, 規格也算很好啦, 但是下期就有一個確診, 你看看各國在撤僑的時候, 各國撤僑的幾百人裡面都有多少利有, 是, 那我們一百七十三人, 有一人有, 也還不是最, 跟很多國家比起來, 比利也不算很高啦, 跟很多國家比起來, 我們也算不錯的, 是, 那我想這一次當然有了第一次的經驗, 我們這次更桌錢, 對, 我們各方面都準備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模式的做好, 我覺得這個都是會成為歷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做的我覺得都是做得很, 就是可以講是一種標竿, 像你看這種準備法, 是, 各方面從檢疫的觀點來看, 都做得很, 很桌錢啦, 那我覺得我也相信順利回來以後, 經過十四天的檢疫隔離, 我相信也可以順利的把這個任務, 就把它完成, 我想這是國人的期待, 有兩個部分可能需要所有人一起配合啦, 第一個, 不要給這些回來的臺灣人, 有任何的負面標籤, 第二個,大家不要再去追說, 到底檢疫所在哪裡啦, 那其實是沒有必要的這些資訊, 恐慌或緊張, 不過我們來看看, 現在真正恐慌跟緊張, 在全歐洲, 今天歐盟表示, 歐盟所有的國家都已經有確診的案例了, 本來呢, 在歐盟還有極少數一兩個國家說, 欸, 我完全是clean的, 沒有, 但是今天呢, 所有歐盟國家都有了, 其中最嚴重的當然是義大利, 義大利昨天我們談說, 包括米蘭, 包括魏林醫師呢, 是封城的, 但是現在呢, 全國都要進行這種封城隔離的動作, 為了阻止武漢肺炎疫情, 持續在國內蔓延, 義大利總理孔蒂九號宣布, 前兩天在義大利北部實施的封城令, 將擴大到全國, 命令將從當地時間十號起正式生效, 孔蒂強調, 全國封城令將持續到四月三號, 期間全國六千萬人口, 除了工作, 就醫與緊急事件外, 禁止民眾在各區域間移動, 必須進出城市的民眾, 要下載自主授權書, 填寫進出城市的原因, 遇到檢查時, 就要出示證明, 綿南火車站九號已經出現, 排隊接受檢查授權書的人籠, 義大利全國封城期間, 全國餐廳酒吧, 營業時間為上午六點到晚上六點, 白天營業時間必須遵守人與人之間, 保持一公尺以上距離的規定, 夜店、電影院等娛樂場所關閉, 禁止舉行婚喪寫信等儀式, 包括宗教活動也暫時取消, 到監獄探監也被取消, 導致受刑人發動暴動, 過程中至少已造成六名受刑人死亡, 探監的家屬也強烈表達不滿, 此外封城期間, 營業商店同樣要遵守 人與人維持一公尺的要求, 大型購物中心與市場假日關閉, 同時要管制人數, 義大利首都羅馬的一間超市, 九號已經出現搶買民生物資的人潮, 此外義大利足球賈吉聯賽冠軍賽也宣布, 自一九一五年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首度取消, 農地呼籲抗疫非常時期, 全國人民都必須做出一定的犧牲, 數位組織九號則表示, 樂見義大利擴大封城的做法。 未尼斯的露天咖啡座已幾乎空無一人, 觀光客必搭的貢多拉木船也停靠在碼頭, 米蘭街頭也異常冷清, 戴口罩的民眾已明顯增多, 一起面對孔蒂口中, 義大利最黑暗的時刻, 記者靖遠慶報導, 我們來看看歐洲跟義大利情形, 歐盟全部國家都有病例了, 三月十號呢, 也就是今天呢, 各國領導人都會舉行電話會議, 討論怎麼防疫, 法國呢, 有一千多個確診三十個人死亡, 包括巴黎機場公司的執行長, 包括法國的文化部長, 包括法國的國會議員, 都已經有病毒反應, 然後呢一千個人以上的集會呢, 全部禁止, 再來呢, 到時候學校可能要關, 那大眾運輸可能要停, 德國的情形也很慘, 確診一千兩百多例, 一天就增加兩百個人, 兩個人死亡了, 三月四號開始呢, 口罩跟防護衣也都禁止出口, 西班牙的情況也不好, 那確診已經有一千兩百三十一例, 一天呢就增加一倍, 集中在馬德里跟巴斯克地區, 那我們來看看, 最嚴重的當然是在義大利, 義大利呢, 倫巴地區呢, 社區感染, 蔓延到全國二十七, 將近快一萬個人了, 那北部呢是封城的, 全國隔離到四月三號, 那這一點呢, 其實因為我在義大利住過兩個禮拜, 我就知道說, 這兩件事情對義大利人來講, 衝擊有多大, 第一個,足球賽不踢啦, 第二個, 餐廳六點前要關門, 然後義大利人吃飯, 一個晚餐可能要吃兩個小時以上, 沒吃到八點是不可能吃得完的, 六點前關門,足球不踢, 那就表示呢, 義大利看起來疫情真的是很嚴重, 他們的總理說呢, 這是義大利最黑暗的時刻, 倫巴地地區呢, 有危機應變小組說, 病毒如果繼續傳播的話呢, 將會有一萬八千名的病患, 那主要還是在政治啦, 地方分權, 中央沒有辦法集中有效的去所謂的頒布疫情, 那說封城呢, 其實也只是封一半, 我特別請教署長, 包括我們現在已經有好幾個封城的案例, 武漢封城, 然後現在看到義大利, 不管昨天我們談米蘭威林斯封城, 封城對於控制疫情, 真的是必要之二嗎? 我覺得他的用意就是, 那個用意就希望, 就是在那個城市, 有個案, 就自己處理好, 就不要再到處跑啦, 我覺得他的用意, 就不希望他擴散了, 擴散出去, 人性就是說, 當你說明天要封, 今天晚上我就全跑了, 那你就疫情更難控制了, 這就是一個, 尤其你在一個, 就是看你是什麼樣的國度, 尤其你看即使在這個中國大陸, 這樣的一個政治體系下, 要封城多很多人, 還是已經跑了, 對不對? 那何況你在這個比較屬於民主的國家, 那這個事情更是困難,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是, 現在很多國家,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政治制度下, 很久沒有碰到巨大的災難, 是, 所以臨時要做一個比較緊急的動員, 連嚴格的命令, 都很難去執行, 所以顯然, 我只能感受到他, 只能希望各個區塊自己負責, 是,把他弄好, 但是顯然很多人也跑掉了, 不過你看喔, 就是我們遇到武漢封城, 現在看到義大利好幾個城市封城, 回到臺灣經驗, 我們之前也有和平醫院封院, 然後我們看到這次的鑽石公主號, 也是像是封船, 可是這幾個經驗, 看起來都導致很嚴重的結果, 我們沒有比較好的一個管控的方式嗎?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如果黃維杜鑑, 就比較做得到, 第一時間, 對, 就是你剛開始你的預防措施, 比如說我們臺灣, 我們的警戒是快的, 是, 你如果動作很慢的話, 都已經很, 一下子很嚴重了, 你就會發覺做什麼措施, 其實都有點困難, 是, 所以你如果越早下手, 越早去做一些措施的話, 你病例不會急激的增加, 不會增加的很快, 一下增加很快的話, 大家都恐慌啦, 大家都恐慌啦, 所以各種不理性的反應, 是, 那甚至整個醫療體系, 一下子就, 就崩壞啦, 是, 是, 這個東西你就會, 一下子那種情境來, 處理不了, 我就說像我們臺灣, 我們是陸陸續續, 個案慢慢慢慢, 有些個案, 零星有些個案出來, 有一點社區, 幾個小群聚, 是這樣來, 我們可以承受得起, 如果一下子, 突然間好幾百人, 湧向一個醫院, 那個醫院馬上就, 攤掉啦, 我覺得疫情啊, 其實病毒不可怕, 可怕的是恐慌, 如果你恐慌, 我們剛剛看到, 叫義大利恐慌,監獄就暴動, 就打死了六個, 如果你恐慌, 你就會去搶很多很多的物資, 囤起來, 別人真的有需要, 就不夠, 如果你恐慌, 你就不敢真正的去就醫, 你就會引疫疫情, 你就會成為, 成所謂的超級傳播者, 你就會讓疫情更加失控, 我再請教一下那個何醫師, 站在胸腔的感控上, 整個防疫, 我們剛剛談到, 不管是封城, 封院, 封船等等的, 有沒有比較好的一些措施, 其實我們胸腔科, 主要還是在醫院裡面, 那這些其實都是, 算是一些政府機關的一些, 前端或是防疫的措施, 那如果就醫院裡面來講, 就是指揮官或這個CDC, 所以我強調這個分艙分流,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落實, 但是一個分艙就是說, 我在同一個病房裡面的護理師跟醫師, 其實是專責在那個病房, 不要到處跑來跑去, 是, 那分流就是說, 我這個發燒的病人, 有疑似症狀病人, 我就立刻分流到發燒篩檢, 這樣, 不要跟一般慢性病處方的病人混在一起, 但是這個分艙分流, 到底沒有落實, 這個其實就是, 我覺得現在各醫院要去檢討, 要去探討的, 那其實分艙分流, 還有一個地方很容易遺漏, 就是說這個清潔人員跟傳送人員, 那基本上我問過我們, 就是院內, 或是幾個, 就是其他醫院的, 就是狀況, 基本上這個傳送人員, 是沒有做這個分艙分流的動作, 沒有做這個, 就是分, 不知道說幾個, 高樓層就是這個人跑, 低樓層就是這個人跑, 沒有,他還是全院跑, 所以只要假設這個院內感染, 不幸, 就是傳送到這個傳送人員, 那他有可能會帶這個病毒, 整個醫院跑, 所謂的傳送人員, 就是包括送病例的啦, 推病床的啦, 或是送一些醫療物資的這些, 就是所謂我們的傳送班長, 假設真的很不幸, 就是這個傳送班長, 他就有點像是院內的, 假設每個護理站是一個國家的話, 他就是我們院內的飛機, 可是你如果要他分艙, 那你要很多很多的傳送人員, 對, 是的, 就是這是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去整合這樣子的動線, 或是說讓他做好基本的防護措施, 因為我們知道大部分這種傳送班長 或這種清潔人員, 他們的防疫或是這種感控的觀念, 不是很好, 他可能會在等電梯的時候, 就把口罩拉下來, 都摸摸吸摸摸,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摸了什麼, 手部也沒有做清潔, 對, 那我們就怕他就是成為我們這個防疫, 因為畢竟他沒有受過完整的這些醫護的訓練, 不過我在請教洪醫師之前, 我們來看看, 口罩實名制2.0後天正式上路, 那今天相關的細節其實也講得還蠻清楚的, 我們先來看看, 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呢, 你透過電腦, 當然你要有讀卡機, 你用你的健保卡還是自然能憑證, 用讀卡機進到, 這理論上應該是到健保署, 然後呢, 他會有一個健保卡的這個, 所謂的那個特地的那個網站上呢, 你去讀了之後呢, 然後說你要買, 七天依然買三片, 買成功之後呢, 會發簡訊給你, 這時候你用信用卡或網路銀行去轉帳都可以, 然後呢, 之後你就可以去超商去拿口罩了, 非常方便, 多七塊, 說實在, 這個二點零上路之後應該要變成三點零, 阿公阿嬤, 真正不要再去那找幫忙, 排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 然後呢, 又增加更多的群聚感染的風險, 大家其實都可以用預購的, 就不用再增加更多的風險, 如果沒有讀卡機呢, 你用手機也可以去要下載這個健保快易通, 但是這個方式呢, 你只能用ATM轉帳, 之後呢, 也是超商取貨, 這個是一般民眾在購買口罩, 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 他覺得說這沒什麼, 這很有什麼, 這很難, 這database的整合, 你要如何避免重複購買, 如何去讀取別人的資訊, 而且資訊還不能外流, 還不能被駭客駭進去, 說實在是很難很難的, 除了這個民眾之外, 當然還有基層醫護人員的防護的措施, 資源夠不夠, 我們來看看, 實名制二點零正式上路,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 投照時明治網路預購超商取貨, 本週四就會開始試營運, 三月十二日到十八日, 共開放一整週的預購時間, 民眾可透過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 登入平臺, 或以手機健保快易通APP進行預購, 三月十九日會收到簡訊通知付款, 三月二十六日到四月一日, 就能以付款憑證到超商取貨, 每筆訂單需自付七元的物流處理費。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醒, 預購時間有七天, 人數超過口罩可供給上限, 就會抽籤,不是先搶先贏, 民眾不必搶在第一時間預購, 網路購買原則與實體通路相同, 七天三片, 網購的民眾七天內若到實體通路再買, 查健保卡就會發現, 重複購買。 這一波網購市營運只提供成人口罩, 出戶可提供七本外片, 約兩百三十三萬人份, 指揮中心坦言, 預工量大, 包裝將是一大挑戰, 將看市營運狀況之後再行調整, 網購即將上線消息發布後, 健保行動快易通APP一小時內瞬間 湧入六千人次, 登入註冊, 一度出現閃退情形, 建築時段相當於平日流浪的十倍, 健保署表示已經增加主機來因應, 氣球綜合報導, 不過洪醫師我再請教, 一般民眾這個網購二點零跟基層的醫師, 你們的醫療資源夠不夠? 兩個部分我來做報告, 第一個部分齁, 這個口罩的實名制二點零, 他代表的是臺灣國家對整體力量的呈現, 他不是只是一個實體的一個銷售系統而已, 他還代表我們的資訊產業, 簡單講, 我們的IT大臣被受日本跟韓國肯定的, 這個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基本上大家也看到, 以前排隊的, 我相信八十Percent是我們的長輩, 自己需要使用會的孫子要用, 他很辛苦的去排隊, 那現在變成二點零這個版本, 簡單講就是年輕人, 他就可以在手機, 在剛剛講的這個自然能的一個登陸, 很快的, 他就可以先預購, 是, 所以這個代表通路的部分會越來越好, 現在我們孝順阿嬤的時間來啦, 阿嬤你就這樣,阿嬤, 進行兩個月都是你幫我排, 現在我來幫你買, 你就不用那麼辛苦了這樣, 但是阿嬤可能有時候會排出樂趣啦, 左林右舍在這個地方聊聊天啦, 那第二個層次是主持人提到的, 那我們這個整個防疫的整備, 是, 基本上我相信我們都是一個新的, 一個很好的嘗試, 雖然我們經歷過SARS的疫情, 後面的也有一種各種不同的相關的傳染性疾病, 甚至於有所謂的新興傳染性疾病, 就跟這一次這個一樣, 開始的時候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造成的, 難免會有一些未知跟恐慌, 即使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大多數的醫院都已經有防疫物質的安全準備量, 但是呢, 因為每個疫情的一個特性是不一樣的, 他需要的這些防疫物質可能需要是微調的, 是,所以相對的, 後面的這些準備工作是需要我們提前去佈置的, 那在基層這邊, 那個相關的政府單位, 在農曆過年以後, 也都很積極地跟醫師公會做一些相關的協調, 那因為開始初期, 防疫物質是比較不夠的, 所以那個配置下來的是比較不夠, 但是現在這個階段也越來越改善了, 那我相信因應我們整個疫情的一個發展, 那有一些必要的防疫的一些物質, 他會越來越齊全, 以您基層的耳鼻喉科醫師來講, 包括那個防護的面罩啦, 眼罩啦, 防護衣啦, 或者是最基本的這口罩, 甚至N95的夠嗎? 我簡單報告, 以我所在的臺北市而言, 臺北市政府跟CDC, 到現在配備一個那個防護的面罩給我們, 是, 那對我一個診所的團隊, 可能他需要的是不只一個, 所以呢, 相對呢, 有時候我們是手工DIY自己做, 有時候呢, 我們是到五金行, 去買除草專用的面罩, 那其實是同樣有這個功能, 簡單講就是臺灣人的創意, 是超出我們的想像, 是, 面對那個問題, 我們就是很誠懇地去看待它, 然後去思考, 我們為什麼要有一個面罩, 它的功能就是保護我們, 避免剛剛所提的被灰沫的一個感染, 那相對的, 如果物質有不足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什麼替代, 那相對的, 像我現在在看耳鼻喉科的一個病人而言, 我大概一個月前就已經貼出公告了, 這個因應武漢疫情, 所以呢, 請那個原諒本診所呢, 這個不再提供耳鼻喉科相關的局部治療, 以避免疫情的一個蔓延, 九十九Percent的病人, 都能理解, 都可以理解, 有一個會問我, 百分之一會問我, 我這樣跟他在說明一次的時候, 大概都可以理解, 所以像我們現在目前, 以臺北市而言, 大概政府每個, 每一天會配備十片的這個口罩, 給一個醫師, 那不是讓他一個人用, 而是說這個十片的口罩, 是讓他的一個診所裡面的團隊, 包括護理,包括藥師, 包括行政人員, 包括我們的清潔的阿嫂, 是, 共用這十個額度, 那勉強還算夠用, 那因為醫師本身是高風險, 所以我們兩個禮拜, 配三片的N95口罩了, 了解, 是真的稍微不足, 但是呢, 我想大家共體時間, 是, 好好的, 有的是自行自會購買, 有的是靠政府的一個配疾, 那相對的, 我們是真的不要期待這個疫情, 不要再變得更嚴重了, 那如果變得更嚴重, 搞不好要讓我們真的, 來穿戴這個隔離衣, 那問題就很大, 那問題就很大, 剛剛講的防護衣, 這個是真的是會造成大家更大的不安, 我真的還是要跟所有的醫護致敬, 對, 所以剛剛所提到的, 欸, 我們有沒有有一個分流的一個準備, 是, 也就是新加坡這樣的一個模式, 有一個社區的防疫, 可以採檢的一個地方, 是, 那大家可以不要再做太大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不安, 是, 然後也可以實質上達到這樣的功能, 我相信我們已經在衛福部, 在疾病管制署, 陸續的都在開相關的協調會, 那地方政府, 包括我們的臺北市政府, 包括臺東縣的縣政府, 高雄市政府, 也都有在做這樣的整備, 是, 那我相信, 隨著疫情的一個, 這一個變化, 我們應該會把很快的把這個整備的一個工作, 把他那個, 那個提供一個最好的護士, 何醫師, 您對整個現在醫療政策, 會有什麼建議嗎? 欸, 其實我覺得目前疾管局跟這個指揮官, 其實做都算蠻好, 所以, 那我們這個, 在這個累積的病例數上面, 目前是排名越來越後面, 就是, 目前好像已經接近五十名, 還是多少, 這個排名越後越好, 越後面越好, 越前面就越多嘛, 那像我們知道, 就是像這個意大利啊, 南韓啊, 不是七千多個, 就是一萬多個, 都已經接近1, 就是越來越前面, 所以我覺得目前就是做得很好, 那我們就是還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做微調的, 就是我們就是每天每天在討論這樣, 瞭解, 就是善意正向的建議, 大家彼此鼓勵, 彼此加油, 苏長, 你的看法呢? 我覺得是, 我們目前也是這樣, 步步為營, 就是你能夠安全度過三月四月到五月, 看看慢慢的很多轉型, 可能慢慢就機會會出來, 包括我們自己國內研發的快篩四季, 是, 包括我們現在知道現在大藥廠正在做的, 治療藥物, 治療藥物, 如果很快這些事情更到位, 那我覺得後面的這個分流, 包括這個所謂的基層醫療院所 跟醫院的合作關係, 這個更容易去推動, 所以但是很重要是在這個目前還, 這個快篩也還沒有, 藥物還不到位的時候, 這個時候怎麼樣能夠比較謹慎去應用, 是, 那我覺得的話, 小量小量慢慢增加, 我們就有辦法來應變, 這一次疫情, 考驗整個醫護的專業能量, 也考驗著公民的素養, 整個公共衛生的體系, 非常謝謝你們收看, 來, 你給我開機走吧 準備發瘋嗎 不行啊 來 發瘋嗎 在台灣的故事 每週一 週二晚間九點 就在公共電視 如果您喜歡公視的節目 認同公視製作的節目與理念 歡迎捐款加入公視之友的行列 用實際的行動 表達您對公視的支持 也歡迎應您的預算規劃 每月定期定額 持續捐款贊助公視 詳請請上公視網站 或拨打捐款專線 02-2633-2000 轉九洽詢 一台台堆土機和挖土機 不斷移動地表上的土地 礦坑工人甚至用炸藥來改變地貌 地球是為此而誕生的嗎 人類逐漸把地球的資源消耗殆盡 為了開採更新的能源 大自然成了犧牲者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可以享用地球所給予的一切呢 周四晚間十點 紀錄觀點 宜山就在公共電視 地球中文化 各地球加減 登山 在公共電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